大家都知道,QuinEdit2509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对已有光线的图片进行二次打光。 现在这个罗热解决了这个重点问题,只需要输入你想要的艺术光线参考图,即可获得相同光照效果。 下面看一下原图有光线的情况下,根据参考图生成的多种艺术光线效果。 白天转夜晚的效果非常惊艳,尤其是丁达尔光线和烟雾效果。 由于这个功能已经触摸到模型能力边界,其他主流模型效果也并不好,例如豆包、吉梦、Nano Banana Pro。 并且Nano Banana Pro还非常考验提示词,我直接输入指令,结果出来一个奇怪的图片。 这一次主要的数据即是针对人像灯光,可以实现各种纹理、角度和颜色的灯光。 也可以在提示词中增加光源方向的提示词,可以更灵活地调整想要的光线效果。 功能非常强大,可玩性非常高。 不仅可以增加光线,同样也可以去除光线。 只需要输入柔和光线的参考图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看看在电影画面中的表现也非常亮眼,多种艺术风格的光线看起来都非常自然。 最后这一张李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室内和窗外的光影也是非常自然,室内灯光也会跟剧情矿自动亮起。 有窗户、窗帘、百叶窗的复杂场景,也会根据光源方向自动适应,尤其是丁达尔光线非常漂亮。 户外场景同样没问题,只不过参考图也需要使用户外场景。 例如使用中间这张参考图,即可生成夜间车流光影。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使用不同的参考图生成的效果。 一般情况下是根据参考图的光源方向,自动匹配光照方向和纹理。 对一些刁钻的图片,匹配的随机性比较强。 动漫的匹配性较弱,需要抽卡,其他场景效果都比较不错。 反复抽卡都没有满意的,说明没有训练过类似光线。 例如最右边两个,使用默认提示词和手动修改后的提示词,效果都不好。 这种情况下最好跳过Lora,例如使用逆光提示词对图片重新打光。 最后就是操作讲解,图一为圆图,图二为参考图。 提示词可以保持不变,直接运行。 可以看到效果还不错,原本肩膀和头顶的光线都被替换了。 下面是高清放大节点,最大可以放大到4K,速度快,而且细节丰富。 最后,大家想必可以理解模型训练的意义是什么了? 无论多强的模型总是会有能力边界,现实中也会有很多刀钻的需求,所以需要大家具备独立训练的能力。 我正在筹备第一届直播搭移和学习课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信我了解。 想要好玩的Lora的朋友,也可以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我们会作为训练课题带大家一起完成好玩的Lora。 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